我的老家梅子,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4日 在前几天大家估计都举世瞩目的 关于我们移民行业的一些所谓的风波也好,动态也好 其实没有发生很大的事情 可能会有一些不合法的机构被请去喝茶 或者是有一些在群里面说一些 说一些不不不不不不就是跟这个政治不正确的话 然后被群主被封号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为了避嫌,我们现在的确是移民的同行的一些群讨论群 全都解散了,全部都解散了 因为也避免避免出现各种各种事情 那然后关于这个事情后续的一个发展 大家也不用太惊慌,也不用太恐慌 就对于客户朋友来讲,大家还是做好自己该做的规划 未来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势 这个我们,我在这里不方便去预测 毕竟就是说,还是自己,大家自己去考虑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知道这个严格管理的这个事情之后 我们就马上,我让同事们都发布了信息 就是对于跟中国不建交的这些国家的护照 我们是终身停止销售 然后对于国家明令禁止的 禁止销售海外保险 禁止购买海外保险 禁止购买海外房产 那么我们也会减少在这个部分的一个广告的宣传 还有就是对于护照,移民这些事情的好处 其实我们也一直没讲 也没讲,最近几年都没讲 因为就好不好,也没有完美 什么都没有完美 要自己去感受,自己去感受 所以我们尽量去避免这些词 在广告中的一些运用 然后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 不触碰这些违规的红线 然后低调的去做事 暂时目前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没有大的变化 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也希望大家,我们的客户朋友们也都多多配合 然后尽量的就是让我们的业务全部 所有的部分都合法化 然后在公开的场合 就是不管是在推特海外的YouTube 还是在国内的这些平台上 尽量去减少去说一些 不利于我们祖国的一些话 好吗 就是在一些那些反 就是比较反动言论的这些博主的下面 尽量少去留言 不管是推特YouTube还是什么 尽量就是还是其他的 尽量就是负面的东西 自己慢慢的来消化 因为负面的哪个地方没有负面的信息呢 美国加拿大都有啊 我认为都有 所以看大的方向 看大的方向 我认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 祖国始终是自己的祖国 对吧 如果说要出国 那是因为自己和个人家庭的一个发展的需要 和自己内在发展的一个需要 对吧 但是不代表不爱国 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是爱国的 好的 那我就说到这里 好吗 这个事情就不展开了 让大家放个心 同时也注意一下我们平时 就是说话的一些言论 注意一下我们的一些措辞 尽量的就是说 尽量的就是说减少 减少这些关键词的表达 好的就到这里 好的 有更多咨询 也欢迎联系我们加拿美出国 客服微信18186129682 成为专业的海外融入和投资服务商 是我们公司的企业愿景 我是加拿美出的老家梅子 感谢你听我闲聊